为何卡塔尔与巴林会脱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,提起阿联酋,卡塔尔,巴林,阿曼这些海湾国家的名字,经常看国诸比赛,的球迷应该不会陌生,但要问这些国家在哪,估计很多人就不清楚了。 从地理上看,这几个国家,都处在波斯湾的西南岸,阿拉伯半岛的南部,从历史上看,这几个国家曾经都属于阿曼帝国,但是在1870年,阿曼沦为英国殖民地后,阿曼、阿联酋和巴林,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,卡塔尔则被奥斯曼帝国占领,英国为了控制波斯湾的行业,把波斯湾突出不从阿曼殖民地化出, 也就是现在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,组成了特鲁西尔联盟,也就是说卡塔尔和巴林,自从近代以来,就跟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没啥关系,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曾经是英国的附庸值的一提的是,巴林和卡塔尔,原本是一个家族统治,最开始,统治的中心在卡塔尔,后来酋长把大本营搬到了巴林, 于是很多资源优势也都转移到了巴林岛,这一下,卡塔尔半岛的居民就不干了,他们认为,巴林可以当英国人的走狗,卡塔尔为什么要当走狗的走狗呢? 还不如选择独立,大家都是英国人的走狗,平起平坐,卡塔尔很明智的报警,英国大腿反抗巴林,这一下巴林又不干了,统治巴林的阿勒哈利法家族联合迪拜酋长国等入侵卡塔尔, 但在英国的干预下遭遇失败,英国人给出了一个双方都满意和解的方案,巴林承认卡塔尔独立,但是卡塔尔仍然要向巴林纳贡,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, 小小的巴林岛,竟然是炸他十几倍的卡塔尔的宗主国,再加上巴林搞地狱骑士,最终导致分裂, 后来卡塔尔转投了奥斯曼麾下,跟阿联酋和巴林的关系就更紧张了,在之后随后奥斯曼战败的列,卡塔尔又进入英国势力范围,并且彻底获得了独立附庸国的地位,巴林同时卡塔尔的国土,从此一局不振,所以,巴林和卡塔尔,跟阿联酋没啥关系,巴林和卡塔尔的关系也不好,这两个酋长国,原本就是一个国家, 后来才分开,卡塔尔对统一也没有兴趣,二战后,中东发现了石油,又恰逢独立运动兴起,英国不想白白流失大统黑金,便想要想要合并特鲁西尔联盟,成立一个国家,便于自己的统治, 当时的英国人倾向于将巴林、卡塔尔和特鲁西尔联盟全部合并,但是此时巴林也发现了石油,不愿意合并,在联合国的介入调停下, 巴林独立,伊朗率先承认了巴林,英国如果不承认就失去道义,最后也只得同意巴林独立,卡塔尔的内部同样不想合并, 因为他们跟巴林,一直有领土争端哈瓦尔群岛,英国最初将争议领土化给了巴林,但是卡塔尔不承认,在联合谈判上无论如何都谈不拢,最终阿联酋出于稳定考虑,干脆这两个祸都不要了, 于是最终的阿联酋,还是保,持了原来的特鲁西尔阿曼的范围,根据2001年的国际裁决,国际法院将哈巴尔群岛最终判归了巴林所有,作为对卡塔尔的补偿, 巴林也要放弃对卡塔尔半岛北部,祖巴尔地区的主权要求,祖巴尔地区是巴林酋长国的发源地, 类似于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关系,总的来说,巴林和卡塔尔的外交关系一直都很一般, 这两个酋长国跟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关系也很一般, 英国人是很想把卡塔尔和阿联酋争合成一个国家,但是抢扭的瓜不甜, 这三个国家不具有统一的基础,巴林和卡塔尔不与阿联酋合并,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影响并不大, 卡塔尔人均GDP比阿联酋要高得多,阿联酋有的,这两个国家也都有,比如迪拜的旅游项目, 巴,卡两国也有同样的项目,只是名气不如迪拜大而已,额外再说一点,最早阿联酋和卡塔尔的领土是相连的, 但是1974年阿联酋与沙特签署了一份边界协议,阿联酋放弃了哈尔澳台的地区, 导致阿联酋不再与卡塔尔路上领土接壤,如果当年卡塔尔和阿联酋合并,现在卡塔尔就是一块非地了。